本地目前已经有超过6000名学前教育中心职员 接受了2019冠状病毒柿子测试 当局也正在进行评估 并且会在短期内宣布 是否让所有的学前教育中心在6月2号复刻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李志生在Facebook贴文说 他昨天走访戴马西理工学院的柿子检测中心视察 他指出检测将有助于保护学前教育群体的健康 也让职员和家人以及孩童的家长感到安心 李志生说 有许多人询问 学前教育中心的综合服务是否会在6月2号全面恢复 他表示当局正在对情况进行评估 希望能够在近期做出宣布 并且促请民众尽可能继续留在家中 为了降低病毒在幼童之间传播的风险 全国3万名学前教育工作者 在这个月15号到26号之间都必须进行冠病检测 为学前教育中心在下个月复课做准备 说明日准备